好 有一些大陸的車市的一些現象 是在台灣比較少見的之外呢 還有一個狀況 像在這個大陸啊 賓士 他們算是屬於當地的國產品牌 而且在當地生產的E-Plus 就傳聞有一個 可以說算是一個醜聞 就是他們竟然偷天換日 把這個物料給換掉啦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謝忻 好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這個是講大陸 大陸地區國產的 北京奔馳 北京奔馳做的嘛 所以跟台灣買到的賓士啊 這些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包含外匯商什麼的也都不一樣 那這個消息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它在當地國產 會有一些些減配的現象 就是跟進口的車型有一些不同 因為畢竟要壓低一些成本 比較清明一些售價 再來就是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其實在後門的地方 有再多一個小的三角窗 其實它是一個L的車型 它是長售 夾長版 在大陸地區都是這樣子來做販售 那它的減料啊 減配 其實你可能什麼空調三區變兩區啦 什麼皮 真皮變假皮 這些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它是做了一個大名 叫做鋁換鋼 我們知道鋁合金跟一般的塑鋼的鋼材 在重量上面 還有硬度 有很大的一個差別 但是它包含前後門引擎蓋 還有一些底盤的一些料件 全部都換成鋼材 所以這整台車比起在海外市場 買到的冰式的E-Class 重了大概300公斤 300公斤 對 不是30公斤 不是30公斤 所以我們看其實你把車子加長 我們了不起就算它100公斤好了 變這個長軸 那其他200公斤跑下去了 好了 重點來了 這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上路直接這樣子吊在路上 就是因為它車重加重了之後 它的懸吊避震器 在支撐整台車重量的地方 材料還變薄了 所以就變成懸吊支撐不住 這樣的車重 一般的避震器 我們看到避震器最下端的這個支點 它的厚度是5毫米 但是在冰式上面變成了4毫米 那它經過了這一串事情發生之後 你看有很多的新聞出現 然後收到非常非常多的投訴 那以至於公家機關要求奔馳要召回 是人家要求之後 它才換回5毫米的一個厚度的懸吊 那一般的 其實在當地的國產的B&W 寶馬就已經用到是6毫米 是沒有投空檢料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這個狀況在當地的 真的是鬧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你其實就剛剛講的 你減配什麼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這個已經嚴重影響到 消費者的行政安全性 這事情非常非常的大條 和大陸合資的這種生產出來的汽車 它的品質的質量上面來說的話 真的會讓大家覺得說好像有一點點堪率 尤其是最近好像常常發生一些類似這樣的問題 老先生你之前其實有提到在節目中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Volkswagen的Pasar 是不是在大陸進行撞擊測試的時候 連A做的給它撞斷 就撞的歪掉斷斷掉 但是我跟你講其實這幾年大陸他們在對於汽車的質量 他們有什麼有質量我們去控制 譬如說你有點像什麼美國那種JD Power 你可以去投訴的 那譬如像中保嚴重機構 這種中保嚴重機構就是 中國保險聯合委員會的樣子 這全民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撞擊測試之後 把這些資料送給保險公司做參考 然後讓去算這個賠率的 所以基本上作假機率是很低的 那Pasar他之前是因為一撞擊 這個偏置25的一撞擊下去之後 就沒想到A柱撞斷了 那反過來講他在另外一個測試機構CNCAP 撞是滿分的 所以就造成一個很大的爭議 但是其實我老實講 大陸相對來講對於這種東西 還是比較沒有這麼有意思 為什麼這麼說你知道嗎 因為他居然撞斷了 當月銷量冠軍還是Pasar 就是莫斯維根的車 在大陸心中就有點像我們台灣人的Toyota 對 就國民車這樣子 所以它的銷售力量還逆向往上跑 所以其實是蠻厲害的 我覺得莫斯維根真的 就跟台灣人心中的Toyota一樣 基本上他在大陸就他不管怎麼弄 基本上都是賣得不錯 當然這兩個月可能有比較下降 但是這個新聞還沒有 就是剛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發酵的時候 其實對它銷量沒有什麼影響 但我是覺得其實大陸 他這幾年對於這種車輛的管控 還有這種撞擊測試 其實是要求非常嚴格的 真的 所以其實大陸也有自己的 像這種EURO NCAP的撞擊測試 可是這個撞擊測試 很多人就開始質疑 像剛才其實老謝有講到 大家就質疑說怎麼好像不同單位 所測試出來的結果是完全不一樣 其實蠻有趣的 在大陸有這個 剛剛老謝提到的中保研 他其實也有這個CNCAP 也是大陸的NCAP撞擊測試單位 那我們常常在節目裡面講很多車型 得到什麼五顆星 四顆星 要嘛是什麼EURO NCAP 要嘛又是美國的IIHS 所以其實基本上IIHS比較等同於這個 中保研 那EURO NCAP跟CNCAP 其實本來就是一樣的同等級的 同樣的一個這個單位 那怪異你一定會好奇啦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這樣子的單位 沒有 其實呢在這個 2018年底 2017年底的時候 就是2018年初2017年底的時候 交通部曾經有說 我們要做我們的 TNCAP 比照EURO NCAP 比照JNCAP 也是日本市場的NCAP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 撞擊測試評價結果 共鳴中來參考 然後他也提出了分年計劃表 分年計劃表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2018年必須要公布 EURO NCAP跟JNCAP的民眾 共民眾參考 然後呢對外宣示 最重要的對外宣示 建立TNCAP的一個研討會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交通部 要成立TNCAP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 其實政府官員也有出來說 經費不是問題 沒有必要擔心 那當然在2019年度 必須要完成什麼 完成公路法的修正 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的法案 然後TNCAP的評價規範及公告 執行兩個車型的 主動安全領域評價項目 及能力展現 到了2020年 也就是今年 今年第四季呢必須要公布 TNCAP首三輛車型的一個測試報告 也就是說今年的第四季必須要公布 必須要公布 然後呢2020年執行八台車的這個測試 可是不曉得這是交通部 擬定的分年計劃完成年度的這個表 可是目前連個影都沒有 所以我們等看來第四季有沒有辦法 完成這個三台車型的評價測試 能不能公布 是透過交通部所主張的TNCAP 而且錢不是問題 其實在台灣發生很多事情就是 雷聲大雨點小 包含政策政令政府 所有事情做都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在忙什麼 忙選舉 對 一天到頭都在選舉 阿道 我問你問題 台灣這個TNCAP誰要出錢 政府 現在是講政府 但大陸不一樣 因為它要比較超人的單位 大陸的CN那個什麼 CNCAP是車廠出錢的 會不會讀後哪一個車廠 所以他們現在就在討這個事情 你事實上是你參加他的會員 然後給會費 成立這個CNCAP 那你怎麼可能撞擊測試 會公正 所以他們一直在討 所以反而講 為什麼中保研會被大家比較信任 就是因為他們說 這是因為保險協會 它是有一個龐大的利益 所以相對來講 他們認為中保研是比較可信的 這也是他們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其實以這個中國的這個 大陸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這個 看到的撞擊測試來說 中保研跟CNCAP 其實不只帕薩特 在這個A柱有撞擊有受到的 他的這個幫HONDA 這個喜美就是思域 這個A柱也是折疊的 B柱甚至斷裂啊 結果有沒有影響他的銷量 冠儀你覺得 我覺得 以中保研講這個PASAD來講的話 確實影響他的銷售喔 一點點而已啊 但是只有一點點 那CIVIC你覺得這個B柱斷裂 這個撞擊測試的報告 有沒有影響他的銷售 應該有 沒有 而且賣得還超級好的 思域不改推入大海好不好 對 口號 思域不改推入大海 口號一大堆 可是完全沒有影響銷售 然後這些人還怎樣你知道 自嘲 說沒有啊 我們這個 去騙貨啊 我們要逆向貨 我們廣汽本田是 買 發動 吸送 東東啦 東東啦 東東本田